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葡萄高八双霉病该打房呢 科技助农把讲堂搬到了农户家门口 既方便又实用 相信了学到了知识掌握了本领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大伙早上好 我是主持人杨佳 农产品想要在市场上立足 品质很重要 就拿咱们东北人最爱吃的东北大米来说 种植模式细分就很多类型 往水稻田里放螃蟹的 放鸭子的 利用动物吃害虫循环经济模式 提高大米的口感 下面我们就去辽中区的丁家村看一看 当地的传统水稻种植 今年又有什么新变化 这里是沈阳市辽中区老大房镇 丁家村的一栋大棚 这个大棚里可不是蔬菜水果 而是生活着一群不同寻常的小动物 村民江亭若在家里排行老三 村里年轻一点的人都叫他三叔 三叔今天有点忙 一大早他就来到大棚里帮忙 把池子里的青蛙捞了出来 小的装筒 大的装网兜 池子里剩下的都是小蝌蚪 还有这些种蛙 在农村的大地里 你可能会经常听到青蛙叫 但是很少能近距离地看到它 一般来说青蛙都是吃害虫的 这栋大棚里养了这么多青蛙 有绿色的也有褐色的 到底是什么品种呢 它们每天得吃多少虫呢 不怕人 吃饲料的黑斑蛙是干啥用的呢 三叔所说的他 就是丁家村的村党支部书记丁阳 丁家村是水稻的种植区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也为了打造本村的特色产业 丁阳带头建了稻田养蛙试验基地 从2019年的60亩 发展到了现在的近千亩 大棚里的黑斑蛙就是今天要放养到水稻田里的 今天放养黑斑蛙的这片水稻田 就是三叔家的 丁家村的水稻田 每年都要放养三次黑斑蛙 水稻成熟之后 青蛙也回归大自然进行冬眠 按照这样的模式 丁家村水田里的青蛙 就会一年比一年多 达到生态保护的目的 青蛙不仅可以捕捉害虫 疏松土壤 刺进水稻植族的分裂 它的排泄物 其实也是一个天然的肥料 水稻咱们在整个生长的过程中 没有农药 没有化肥 生态环保 这也造就了咱们丁家挖田米的 色泽比较光亮 口感非常软糯 营养比较丰富的一个特点 农民也得到了较好的收益 每年可以为农民年增收100亿元 稻田和青蛙共同生长的生态模式 保护了环境 提升了水稻的质量 挖田米是丁家村未来发展的方向 也是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好项目 金宝团牛市地处内蒙吉林 和辽宁三省的交界处 每次开集都会有大量的养殖户商贩过来 牛市上还有咱们辽宁卫市黑土地的好产品 何牧康为咱养殖户保驾护航 金宝团镇地处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期 处于辽宁 吉林 内蒙古交界处 就在7月7号上午 金宝团牛市开集了 主要就是咱们西门塔尔牛 包括咱们黄牛这一块 因为黄牛毕竟是咱们后期的主打的黄牛之乡 在这个地方选择开生育交易市场 它更能辐射我们后期金宝团周边的老百姓的养殖业的发展 光是一上午 金宝团牛市前前后后来了上千名养殖户 而且美团牛市场都会进行消毒防疫 因为这个牛来自很多地区 牛园非常复杂 所以说必须进行消毒 我带了一个十多个牛 感觉这个市场 从面积 从那个人是牛 我都行 比较大 在周边看的话是相当大的 打人家问家买的销量都挺好 今天卖了六七个 一万三千多 卖了几头 卖了八头 头一次来 今天开提 这牛市太大了 太好了 销量够好 价格合理 价格还好 今天金宝团牛市里不光有当地常见的肉牛品种 还有人特意从吉林园总厂 拉来了几头成国外品种牛 人家老板说了 给多少钱都不卖 今天就是在这里展示的 这双牛是红白花合产 这也是我们配菜一直做出来的 这是一双奶牛 现在目前为止它是12月零 这就是红白花合产 这个是奇安尼纳 奇安尼纳的也是12月零 这是意大利的品种 这是美国的西米塔尔牛 有可以买的常见品种 有可以欣赏的进口品种 不光是来卖牛的养殖户收获满满 过来看牛的也是对牛市赞不绝口 一般牛市选牛的话 只要是数量多挑衅性强 我才会选择过来来 然后今天买了几十个 然后马上装车要发走 等会儿这个还有兽益免费给宴台 市场的管理秩序特别好 我才会来这里选牛的 然后在这里选牛的一个过程来讲 是非常享受的 买牛来讲是非常享受的 挑衅市场特别多 价格相对来说 市场上交易量比较多一些 价格区间谎还不大 然后挑衅的比较快乐 牛市头一天开业 为了保证消费者的权益 买卖怀孕母牛的养殖户 金宝屯牛市一律赠送母牛产检 让大家伙买的明白 买的放心 我们免费给这个所有的集市上的 怀孕母牛做认诊诊断 比如说这个怀孕母牛 25天以上就能做出来早期认诊 还能做出来子宫疾病 所有的买牛的养殖户 不上当 保证他们的那个经济效益 养殖户张宇丹 今天在牛市里选了两头牛 本来一切十分顺利 可到了装车时 他却遇到了点问题 饲料店老板刘婷婷 为张宇丹推荐了一款 维生素预混合饲料和木糠 他能有效地提高动物的抗硬性能力 这款产品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说补充营养 而且抗硬性能力 抗硬性能力的话 就是说效果比较好 就是说来回你的话 你捣动它的话 它就没有啥毛病 辽宁卫视黑土地推荐品牌和木糠 这款专门针对牛羊反除类的饲料添加剂 可以让牛的应激反应 从持续15天下降到了3天以内 而且长期使用效果更佳 初次喂第一袋的时候 喂800斤比较合适 比较合理 而且要啥呢 就是说你最开始喂的时候 它都会用就是用量都会高一点 然后啥呢 第二袋的时候 就是说正常的话 就是1000斤料 金宝团牛市开业风风火火 不仅各种常见的肉牛品种 一应俱全 新鲜的国外品种可以了解 还有好产品好服务 为大家伙选牛保驾护航 让养殖户在牛市选的放心 买的安心 咱们辽宁啊 种葡萄面积真是不小 这些年呢都提倡碧雨式栽培 为啥呢 因为酱雨一多 葡萄就容易得双霉病 那么一旦得了双霉病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最近辽宁省绿色农业技术中心的专家们 在北镇市长兴殿镇的葡萄种植区调查走访 发现了一些问题 在叶片上的症状呢 它就是你前期你是有一些淡黄色的不规则色的病斑 然后呢当我们湿度大的时候 在这个你叶子的背面你会产生那种白色的霉成 在果实上呢 它会产生褐色的那种黑粒 这就是典型的葡萄双霉病 那么在我省葡萄种植区的发生情况如何 哪些地区需要重点防控呢 根据我省你相关车报点和你我们刚才的现场调查 结合你辽宁省农客院葡萄病害预警专家组的预测 今年你我省你葡萄双霉病你将成偏重至大发生的态势 主要发生区你将集中在银口 锦州 辽阳和铁岭等葡萄产区 目前葡萄的双霉病你已经呈现发生态势了 它的轻发生地区呢 它的病逐率已经达到10% 病业率呢 达到5% 重发生地块呢 病逐率已经达到30% 病业率呢 也达到了20% 据专家介绍 葡萄双霉病是一种弃传的真菌病害 它主要危害的是葡萄的叶片和果粒 它呢 对于果实的危害呢 它直接呢 就没有食用价值了 它的损失是100%的 在叶片上呢 它会呢 减少光合作用 一般的发生年代呢 一般程度的发生的时候呢 会造成15%左右的损失 当它呢 上到果粒的时候 就会呢 使这果实呢 完全丧失这种经济价值 会造成50%到100%的损失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我省葡萄双霉病的发生和流行呢 就是因为呢 今年的湿度非常大 进入6月份以来呢 根据就是我省气象部门的统计 6月份全院的降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两倍多 预测你到今年夏季七八月份呢 就是全省的降雨还会有一到两成的增加 所以你葡萄双霉病的流行的态势非常的明显 通过专家在田间的实地走访 发现均源量已经非常大了 所以建议种植户们首先要采取一些必要的防治措施 比如现在呢 地面的水呢 都有明水了 要采取排水的措施 再有就是呢 要把有病的这种叶片 给它剪出去 割塑料袋带出外面 有病的这果粒剪掉 带出外面 不要在这葡萄园里进行再检验 增加它的菌原量 然后把这个你果粟呢 尽量提高高于地面的60厘米 让它你减少受害的几率 另外 当葡萄双霉病出现大发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采取化学防治的措施 化学防治呢 有两种方式 一定要呢 多加保护剂 现在目前比较好的保护剂呢 是恶同猛心 因为本身呢 恶硕菌酮呢 它侵止性比较强 在今年这种雨水呢 比较大的时候 然后呢 它呢 复扰力强 能增加呢 抵抗雨水的冲刷 吃消息会长一些 葡萄双霉病的治疗剂呢 我们可以选择呢 10%的福菜塑鼻乙酮可分上油悬浮剂 用它呢 2000到3000倍进行喷雾 或者66.8%的 柄身咸霉尾可思性粉剂 600到800倍喷雾 然后呢 西线马林有很多含量的这种剂型 都可以用于防治葡萄双霉病 西线马林呢 还有一些混剂 但是呢 大家要注意 一旦有蜜菌酯这种 就是混剂在里面 一定不能和乳油类的东西进行混合 那样容易产生要害 专家提醒 我省近期的雨水还会比较频繁 在降雨的前后要及时打药 防止病害的大爆发 接下来我们共同浏览一组资讯 一起走进天下三农 今年的汛期河南受灾 为啥这些日子河南降雨量这么大 气象专家分析 由于受到台风影响 有大量的水汽通过偏东风的风源 源源不断从海上输送到陆地 在河南集结成雨 另外还有地形的原因 偏东的气流在河南遇到太行山和浮牛山之后 在山前出现了浮河台声 地形导致降雨范围的集中 雨势更强 大气环流形势稳定 导致降雨的持续时间比较长 这些天汛情成为大伙关注的大事 咱北方地区今年又是多雨区 洪涝之后很容易发生局部地区的干旱和高温 汛期到来 农业生产特别是打秋凉的节骨眼上 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首先要密切关注相关部门的预报预警 一定要积极配合当地的防汛工作 再就是发生洪涝之后 要按照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建议 进行农田排涝复肯 补种或者改种其他的适宜品种 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有农业保险的农户 及时联系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还有就是咱农村地区在汛期过后 一定要检查房屋安全 另外 7月以来 台风活动是日益频繁 沿海地区要警惕台风和洪水的叠加 咱黑土地提醒大伙 生命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 这样才能够有序有效地恢复生产 看看这些老虎猫猴子等动物的头像 活灵活现的 您知道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答案是一块块普普通通的鹅卵石 辽宁本西90后小伙李明凯 一次偶然的机会看见一块石头 比较像某个小动物 于是上手试着雕刻了一下 没想到这效果还挺好 一下就喜欢上了 是越做越开心 把常见的石头变成栩栩如生的工艺品 雕刻处的成品让网友直呼太逼真 这手艺可真不赖 1990年出生的肖玉 在去年大学毕业之后 回到湖南延岭的家乡 成为一名乡村教师 而她也是在爷爷和父亲之后 成为家里的第三代乡村教师 肖玉的家在延岭县最偏远的乡镇 肖玉爷爷创办了这所中学 后来他父亲也成了这里的老师 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 肖玉从小在这里长大 大学毕业之后他决定重回大山 现在他成了这里的第三代教师 大概是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吧 成为乡村教师其实是我从小的梦想 有 我也就受到我父亲的那种教育思想的影响 还是扎根这个夏城 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掉离这个夏城的学校 但是我最后还是得放弃了 我相信他在这个能成教育这个田地 也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肖玉说他想把这份爱和坚守传承下去 成为大山里孩子们的光 回来的路很长 我也只能送到这 但你们一定要走得更高更远 去看看山大边的世界 这也是我回来的利益 伴着欢腾的音乐 卖着模特布 在湖南晨曦 一群农村大姐就地取材 头上戴着草帽 花环 身上穿着编织的草裙 手上拿着刚采摘的丝瓜 辣椒 茄子 黄瓜的农产品 他们在田间地头 自导自哑了这场自制蔬菜时装秀 用这种方式来展示 推销自己种的瓜果蔬菜 排练就是先找一些叶子制作衣服 搭配一下自己现场想出来的那些道具头饰 跟着音乐走就这样拍起来了 把我们那个有机蔬菜给推销出去 想让自己的生活好一点吗 就地取材 自己展示推销自己的劳动成果 不说这秀搞的是专业还是不专业 冲这份满满的自信就值得表扬 这个土崖泼面上的一个一个小洞 就是沙燕的窝 在新疆伊宁县这处停工专场的地基上 两千多只沙燕在这儿安了家 现在正处于孵化期 二三十米长的地基崖壁上布满沙燕的巢穴 密密麻麻像用枪打过的靶一样 因为专场即将关闭 根据规定必须拆除地基副肯 那如何安置这些沙燕呢 在崖壁前面制作一个小土壩 防止行人进入 以达到对燕子提醒力 永久保护的一个效果 在燕子全部孵化之后 或者燕子迁回南方之后 然后我们再开始进行复盖 保护自然 保护动物 光喊口号可不行 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实际行动 为他们点赞 为了帮朋友们省钱 咱们黑土地推荐的口感型西红柿 原意5604的种子继续降价销售 一千粒包装的原价580一袋 现在优惠价只需要380一袋 另外呢 咱们还推出了一个水果型西红柿 叫金翻田老大 500粒包装的原价400元 现在优惠价300元一袋 关注黑土地种地更省钱 还有专家团队随时为您提供技术服务 欢迎关注微信小程序 聊是黑土大吉 或者拨打热线电话 400-6818-801 快来抢购吧 大伙儿早上好 欢迎收看由锦诺6A冠名播出的 谈天说地 我是王博 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15 二伏的第四天了 那今天咱们全省以多云为主 部分地区情 局部地区呢 有阵雨 南风或西南风啊 3-4级 部分地区呢 是4-5级 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9-34度之间 最低气温呢 在22-25度之间 目前呢 我省没有有效的降雨 还好在下周一呢 会迎来全省范围内的小到中雨 多日来的干旱呢 会有所缓解的 那了解过的天气呢 咱们去看一看乡亲们都有哪些问题 有一位观众啊 想了解一下 有没有抗病好 产量也不错的白菜品种呢 那接下来就请技术人员帮他详细的介绍一下 真冠百菜 它所谓呢 高抗 软腹病 病毒病 还有酸美病 它所谓是高抗的 而且是在那个产量上 就是咱们的这个 它抗病好的话 在咱们天津管理是非常省事的 还有一个呢 是它这个产量 它的产量所谓是啥呢 它的产量是在 如果是高水肥地块 一亩地是达到三万多斤的 还有一个 它是单球重 基本上都是在14到15斤左右 真冠百菜啊 一到市场啊 就会让抢货一空 就是为啥呢 因为它的口感非常好 它没有这个 它鲜肥素非常少 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出声说 开锅就辣 一样就是这个酸菜啊 包括辣白菜啊 这个口感呢 咱们吃起来非常好吃 还有一位观众问道 有没有口感好 商品性也不错的白菜品种呢 接下来就请技术人员 帮他推荐一下 今天我给你推荐一个 今年咱们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 就是咱们这个 正观二号 像你去年啊 那个产量不高 由于两种原因 一个呢 是品种 它壮心比较慢 结形的松散 后期如果说 出现咱们这种 那个低温的情况下 早上来得早的话 咱们就产量呢 就上回去 还有一个品种 就是它的这个净菜率不高 你这掉帮掉的厉害 所以说就是这两点呢 我给你推荐 今年你中正观二号 这个正观二号呢 是我们今年 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 它呢 就是节球非常紧实 属于中装叠爆型的 到后期的时候呢 上期时上得非常快 而且呢 上期时呢 也上得比较紧 所以说非常适合 像你家这种 大面积的这个种植户 咱们卖秋菜 这个类型的 咱们去种这个 正观二号 还有一个呢 就是由于它 中期时速度快 咱们上球的时候呢 也可以呢 那个提早上市 这样以来呢 咱们可以把握 咱们这个价格的 这个掌握好 这个价格的时差 如果说价格好 我们赶紧上市 装心装的比较紧 这样来呢 我们能够 效益能增大 如果说价格呢 不是特别理想 因为每年 这个白菜的波动 都不一样 所以说后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呢 选择晚上市 选择这个 年玉米的品种啊 是非常关键的啊 因为现在啊 对于我们 对于年玉米 的要求非常高 首先一点呢 是口感非常好 还得是那个 属于这种甜糯类型的 今天呢 咱们来看到这个 就是咱们 最新选育出来的 锦糯6A 首先一点 咱们这个锦糯6A呢 它的这个肉啊 特别厚 脂粒特别大 然后我们 吃的时候呢 口感咬上去一口啊 就是特别甜 特别糯 还有一个 咱们这个锦糯6A呢 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扒开以后 拿到我们的鼻子间 是一闻 就有丝丝的这种甜味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 措食播种 措食可以 措开时间上市 我们自己吃的时候 咱自己家种的少 自己吃的时候呢 也可以就是说 不是说 吃着吃着就老了 这边这个刚吃完 第二茶措食以后呢 它第二茶就下来了 咱们黑土地 给大家推荐的明星产品 金优315 如今不光是在省内畅销 在内蒙和河北 也非常受欢迎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内蒙古宁城县 碧丝云自乡 东武家子村的赵秀凤 今年可承担 黑土地的铁粉了 要问为啥 选到了好品种啊 说是这个金优315 抗病 还抗寒 产量还高 还不打病 还不能弄毛病 然后咱就买两袋 试一试打 我就买两袋 行的试试吧 结果还真挺好 这两年 当地硫胶病和病毒病 比较高发 能选择到一个抗病的品种 一直是大家伙的心愿 所以赵秀凤 也不停地尝试 种植新品种 今年除了金优315 赵秀凤也种植了 其他在市场上 比较热门的品种 但抗病这方面 用赵大姐自己的话说 那是这些年 都没预见过 比金优315 还给力的品种了 别的棚都有 我们棚说是 在地还真没有留脚 这个品种 这个315 这个就没有留脚 它不弄毛病 就剩不受钱 大人也不受钱 有的时候还打不下去 这个气候和稳度 它也不好调理你 这个315 它就挺抗病的 一般的情况下 它不得 那个黄点 双米都没得过 虽然都是同样的管理方式 但对比了另外一个黄瓜品种 差别就非常明显了 要问今年赵秀凤 最后悔的事是啥 那就是 煤都换成金优315 看看这叶 这叶 除了这黄点 这个品种就不抗病 那个金优315 它就抗病 就没这个病 像它这样的得病的话 产量什么的会 都受影响 产量都受的影响 你除了转 没这根黄瓜 金优315的产量是没得说的 这两千的科苗 那黑都在四五百斤 别人的产量 也始终没有办法产量高 除了抗病强 产量高 金优315 还有一个最受欢迎的优点 那就是抗寒 毕竟黄瓜是喜温蔬菜 对温度相当敏感 如果一旦遇寒 不仅会影响黄瓜的生长和产量 品相上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有的时候 那黄瓜就好像有点味儿似的 就不太直流似的 但是这金优315 有这情况吗 这315没有这种情况 都挺直流挺生活的 也挺大 都这样都这么大个 这黄瓜 定化电刺 刮条还好 划还好 产量还高 老板也乐意受这样黄瓜 都拿慢慢的黄瓜去盖毛去 就内蒙这边辣比较偏冷 所以中央它比较抗寒 就是说在冬季最冷的时候 别对它写羊 咋这清三户它不写羊 老百姓它管理也好管理 而且产量相当高 品种好 口碑才能好 金优315作为咱们黑土地 给大伙推荐的明星产品 如今受到了非常多的 种植户和经销商的认可 这不除了内蒙古 咱们河北平权的种植户 王彦宏对金优315 也相当满意 比别的瓜贵 穿着嘛 卖的瓜 都是精品瓜 全是卖就是城乡那种好的 很少有那种不好 要说一点没有 那一根半根的 是吧 那又太少了 都是别的品种 这就是 说了这么多 那这个抗病又抗寒 高产不仇销的 黄瓜品种 金优315 都适合在哪些地方种植呢 金优315呢 主要我们推荐在 像河北 内蒙 辽宁 这些 越冬文市 种植的地区 都是可以的 像辽宁的陵园 卡祖 内蒙的宁城 还有河北的平泉 他们都是越冬种植的 完全可以种这个品种 已经 我们大面积推荐 推广三年来 实践证明 这个品种是一个文产 抗性 综合抗性好 产量比较高的一个品种 耐性也好 下面啊 咱们让胖鸭 给乡亲们推荐一个产量高的 还挺抗病的 大白菜品种 咱们一起看看 这个大白菜 在地头的真实表现 也是那味啊 那你家这大白 咋就卖不出去呢 你说这不行啊 我得赶紧找咱技术员问问 我技术员 你说啊 你家种了好几亩的大白菜 别人家那大白都烧走了 人家这也没人收啊 你这个白菜呢 现在呢 叶的部位比较少 就基本上全是白 而且呢 你看 他这个白菜啊 他的硬斤比较多 哎呀 那我不就听明白了 你那意思不就说 你家白菜烧饼鸣不行吗 收白菜呢 都喜欢收这种中断的 一般的单猪呢 在十三四斤 十五斤这样的 那他就好慢呀 我给你介绍一个啊 咱们今年最新的一个好品种 叫真瓜二号 它的生育期呢 是八岁左右 但是它属于呢 什么类型呢 中装碟爆类型呢 因为它撞心撞的比较快 撞心撞的也比较紧实 哎 咱们切开看 看看它里面的芯是怎么样 它里面呢 不像有很多品种 外面瞅着非常大 但是呢 里面呢 它发孔 撞心撞的好呢 首先一点 咱们可以提早上市 然后呢 撞心撞的好呢 相对比 它这个白菜呢 它要压称啊 同等颗 颗大的 你撞心好和撞心不好的 它差个几心上下 它不费劲 对吧 所以说咱们在选择啊 白菜品种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 像真瓜 啥样的草莓柿子 是最好吃呢 今天给大伙介绍一个名字 您可得记好了 叫 金番田老大 德国金奖的好品种 咱们辽宁 有乡亲们也中了 效果咋样呢 一起去看看 那个 那个 金番田老大 那个好吃的 那个番茄还有吗 下来了吧 我采上20斤 要有的话 一会儿我把钱给你转过去 你快递给我寄一下 对吧 好长时间没吃了 想了 好嘞好嘞 有 有有 他叫张国华 是隋中县永航家庭农场的负责人 自打种上金番田老大之后 他的手机啊 就没消停过 消费者都是追着撵着的 要买他的西红柿 张大哥说了 想吃这个西红柿 必须要提前预定 要不然就没有了 别看今年的西红柿行情不好 可是他的西红柿 到现在也没低于五块钱 这都是吉林的 他这般都是东北的多 完了我这北京的也不少 就是冬天 冬天啥我就冬天 卖啥就我这个东西 所有的钱我不够卖 照别的心事 最起码得高到两成吧 青番田老大 是2018年选渔出来的新品种 初出茅庐的他 到底有啥能耐 敢称老大呢 这个品种啊 是因为太好吃了 我们在市场推广的时候 老百姓觉得特别甜 特别适合他们口感 这是老百姓赋予他的名字 所以叫甜老大 说到甜 一般口感型的西红柿糖度 能达到七以上 就已经很甜了 不过啊 青番田老大突破甜度大关 让甜度口感 都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它的糖度基本上能保证 八到九个以上 如果说控水时间更长的话 可能能达到十个以上的糖度 今年 青番田老大更是披荆斩棘 在一百多个西红柿品种当中 脱颖而出 获得了金奖 今年201年6月份 在北京通州举行了一个 精金记 那个鲜石番茄那个擂台赛 当时参加品种有120个以上 它是分为中国区的一个品种 中国区品种呢 我们都是盲瓶 有专业评审专家 有种植户 然后有市民 热心观众 然后大家品尝盲瓶 但是盲瓶选出来的 含金量很高 有了这份沉甸甸的金奖 被称为老大 一点都不为过 不过光好吃还不够 想得到乡亲们的认可 产量 抗病性 都得是个儿顶个儿的好 你看我这个几乎现在都说 得有两个月一次药没打过 你看现在我这殷着 虽说我就是三个朋友一个人管理不到 你看长这些 长了这么些烂七八糟 这儿也顾不过来 但是你看你看 你看现在状态 它根本就没毛病 首先它具有现在抗TY病毒这个特点 同时呢 它还抗跟节腺虫病 就是老鹏也可以重 抗夜斑病 是这样 这个品种呢 平均单碎做果是五到七个 单果呢是100克 120克 大一点管理好的也能到150克 基本就是这样 基本120克左右 基本上母产都在 3000株的话都在一万斤以上 特别适合老百姓抢早种植 因为它很早熟 比一般的口感番茄 都要早熟7到10天 能卖个好价钱 绿果间甜度高 口感好 就是草莓柿子的特征了 但是过去草莓柿子 没有专用品种 乡亲们想种出好吃的草莓柿子来 得费挺大劲 都是那种通过大柿子 像半斤左右的 它是通过那种伤害式管理 比如说减低柿子 或者像那种像大点地区啊 它那种就是控肥控水控出来的 就是那种特殊管理 就是把大柿子给它管理成小柿子了 而现在通过育种专家多年的努力 草莓柿子有了专用品种 正常管理下 青藩田老大就能够让大伙 挣得盆满钵满 最近省科技厅啊 组织讲师来到迎口盖州市 小马屯村 对这里的葡萄种植户进行技术培训 乡亲们利用农活不忙的时候 在家门口学到了实用的种植方法 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乡亲们的反馈 刚才我说的那两个巨峰的重点产区 它们呢都是自然的 都是靠自然的 我们现在都给长成营工的这个色彩了 大家都知道这站完绕着不是怎么样 外观好了产量上去了 口味不行 正在给种植户授课的讲师 是沈阳市林业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赵长青 今天他们专程开车几百公里 从沈阳来到盖州市九寨镇小马屯村 为这里几十位种植户 讲解葡萄的专业知识 所以说品质啊 或者是在这个提高质量这方面 应该说啊 该欠一些工作 所以我们这次培训任务 就想重点地解决它这些问题 开阔开拓这个农民的思路 让农民你了解了解这个外边的世界 了解未来市场的走向 小马屯村多数村民家里种植巨峰葡萄 大棚的陆地的都有 在种植上他们追求的还是产量 利用产量来增加收入 而对于提升品质上却很少下功夫 在培训中 讲师着重讲解了提升质量的重要性 并要求果农对葡萄要进行整形挑例 留下精品 这样虽然减产了 但是质量提升了 还能卖出好价格 科技下乡是省科技厅主推的 组农项目之一 这次培训改变了以往的培训方式 更亲民更接地气 小马屯村的郑青丽家里有20多亩葡萄园 之前一直在外打工 今年他响应返乡创业的号召 回家开始种葡萄 多年不务农的小镇 想了解更多葡萄的种植技术和发展方向 这次技术培训送到了家门口 他更是充满了期待 比考大学的时候还伤心 老实讲的也包括前景 包括这些技术方面 就是我们之前没听过的 有提高 有提高 当然有提高 除了教种植技术 研究员还传授了高温高湿气候条件下 葡萄双煤并防治等一系列知识 这次培训将在村里进行四天 近期还将在全省范围内持续开展 实实在在地把服务送到农民家门口 帮助农民增收支付 咱们黑土地在全省范围内招加盟商还在继续 如果您也想和黑土地联盟共同竞融农资 抓紧打电话报名 首批加盟商是不收加盟费的 黑土地期待着您的加入报名电话460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